Hello大家好 我是DP 欢迎来到爱快OS系列新手教程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在爱快OS里内部 如何将RPV6的动态地址和域名进行绑定 也就是我们说的RPV6绑定DDNS 爱快的 RPV6DDNS技术和我们常见的 比如说我们之前录的群晖内的DDNS 和我们上一期录的DDNSGO 它又不一样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来聊一聊 不同的DDNS实现逻辑 基于RPV6的 这是我们常见的家庭网络 路由器下面接NAS或者电脑 然后路由器会给NAS和电脑分配 动态的RPV6地址 对吧 然后我们一般会怎么做呢 一般会在NAS或者电脑上 使用类似DDNSGO之类的开源的项目 来实现本本机的地址和域名的绑定 但这样会有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你每一台机器 你都要去安装和配置DDNSGO 如果你的设备比较多比较杂 还是挺费事的 就比如说我最近在策划的一期视频 就是关于桑夏和MUNAI的远程 基于RPV6的一个公网串流 那么就需要在我的PC上安装DDNSGO 然后随系统启动以后 对域名进行实施更新 能实现 但是不那么好用 然后在我前一阵子做爱快新手教程的时候 我发现爱快的实现逻辑和我们常用的逻辑不太一样 它是怎么实现的呢 它是在路由器层面实现的DDNS 就是说每一个设备连接这台路由器 都可以为这些设备设置DDNS 就不经过这个设备 直接在路由器里来实现 那么回到我们刚刚说的 桑夏MUNAI RPV6远程串流 那么我就不需要在PC上装DDNSGO 我直接在爱快上设置这个DDNS相关的参数 一旦这台设备连接了爱快 就是使用那个DHCPV6 从爱快获取的地址 那么爱快就会把这个新地址和这个设备 就是设置的那个域名进行一个绑定 那么就实现了 RPV6地址和域名的一个更新 我觉得这样就是在操作上会容易很多 好理论讲完了 我们来做操作部分 首先是一些需要提前准备的内容 首先是要准备一个DNS Pond的token 具体可以看我在这里发布的这期DNS Pond的token申请的视频 然后下面我们需要设计一个域名 我这边已经设计好了 在这儿我们这期视频也是就用这个域名 首先它的结尾是lab00.com 这是我的一个域名 然后它是dprt-tr-v6代表这是rpv6的 然后-i块它是代表是由i块来分配DNS 然后-nas代表这个域名是.nas 我只是为了演示 方便大家理解我写了这么长 其实你不需要写这么长 好我这样说一下 但是推荐在你v6的域名 就是rpv6的域名里面出现v6这样的字样 方便你去和v4这种双站进行一个区分 当然如果你只有v6 就不需要再做这样的一个区分了 域名知道以后 我们把这个域名准备好 然后我的那个DDS prompt 我已经登录进来了 然后需要为这个域名手动添加一条 4个a的记录 你就要知道rpv6是4个a就好 然后主机记录就是写上 那个这边的这个前缀 把这个块写上 后面不用写 然后地址他这边给你提示什么 你就随便写一个 如果你不知道 你就写跟我这个一样就写 然后点确认 好的这样这条默认记录就新建了 因为iQui那边它不能新建记录 它只能更新记录 好像是权限的问题 好的我们继续 下面我们需要到iQui的OS里去寻找一个 叫什么DUID的一个东西 我们点网络设置 rpv6 然后选dhcp v6终端 然后这边我的NAS我已经标识出来了 在这儿 然后它的DUID就在这儿 我把这个内容复制下来 DUID我留在这儿 因为一会儿要用上 好的 这就是准备过程的所有内容 下面我们来进行操作点高级应用 然后选动态域名 就是DDNS 这边我已经新建好了 但是我把它停用了 我们看一下我填写的内容 首先服务商我选的是DNS punt 如果你是阿里云或者其他的 你就选其他的 然后域名写在上面 就是我们在这边设计的这个域名 然后主域名这个可以不写 然后这个token就写你DNS TokenID和TokenK 来自你DNS Punt申请的那个token的一些参数 然后这时候你需要把下面的这个记录 改成rpv6 然后这边就能看到那个终端 URD什么的 然后把URD就是我们这边的 这个给它复制进来 然后解析rp类型 写接口rp 然后点保存 点了保存以后 我们这因为点完保存以后 它就直接直接会启用 我这边为了演示 我把它选择了停用 我点一下启用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刷新一下 它没有更新 等一下 然后这边我们看一下 DNS Punt这边有没有更新 好的 这边可以看到 它已经进行了更新 结尾是我们之前视频讲过的f5e 它这个是rp到底是不是NAS的rp呢 我们来校验一下 打开群晖点控制面板 选网络 选网络接口 然后看到几个rpv6地址 其中第二个这个就是f5e结尾 我不知道它为什么没有用上一个地址 这个可能和rp的 那个dhcpv6的机制有关系 但这个地址也是可以正常去访问的 然后我们来做一下访问 我的端口是51304 把这个选中 输入51304 对了 如果你做了那个 防火墙的那个 就是那个slo隔离 你需要把51304在这边打开 然后这边你直接访问 就可以跳那个 但它跳了一个证书 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就可以登录到你的那个NAS的一个登录页面 好的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首先这是一个比较容易获取到的一个方式 因为只要你有软路由或者有iQuad 硬路由 只要有iQuad的系统都可以实现这么一个操作 然后对比传统的 然后对比传统的DDNS技术 你不需要再在NAS或者相关设备上去安装相关的脚本 然后你只需要在路由器里面进行一个设置 那么所有连接路由器的设备都可以为他们设置独立的DDNS 特别是在Rpv6的场景下 因为Rpv4我们知道最多你就是一个公网IP 那么你给哪个设备设置都是一样的 但是在Rpv6的时候 每一个设备都有独立的公网的Rpv6地址 那么这个时候为每一个设备设置 就是域名绑定就显得有意义了 那么如果能在路由器层面做一个屏蔽的操作 我觉得对管理上也是一个统一性 大概是这样 OK 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这些视频对你有帮助 请帮忙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相同的经验想要分享 或者遇到了相关问题 欢迎留言 我是DP 谢谢